本台消息 10月10日 2019海外华文媒体 赶至中国四川藏区型采访团 从藏区返回成都后 来到中国西部博览城 参观规模宏大 振奋人心的壮丽70年 阔步新时代 四川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 整个展览由一个综合展馆 和四川省21个四周展馆组合而成 展览综合运用了历史图片 文字视频 食物场景 互动体验等手段 立体全面地展示了四川省 70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 充分呈现出四川省 在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明 百姓生活 和党建领域 取得伟大成就 解放前的奴隶社会 直接跨入了社会主义道路 这一步跨千年 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70家海外华文媒体代表 深受鼓舞 纷纷表示要通过各自的窗口和平台 全力宣传 10月10日晚间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文华 会见2019海外华文媒体 感知中国四川藏区型采访团 并与代表们进行了座谈 座谈会由四川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徐军主持 应该说我们每一位朋友 生活多多感慨多多 想说的话也非常多 今天这个机会非常宝贵 下边来我们就请 这个大家把我们这两天看的 听的想说的尽可能的 利用这个机会 这个宝贵的机会 给我们撑出了揮宝贵吧 座谈会上海外华媒代表仁传公 侯培水 周骏 李世强 王晏云等以自己的儿文目睹和亲身经历 从不同方面讲述了自己的收获和体会 特别感谢四川省乔务办公室精心策划 周到安排了这次具有高度前瞻 和重大意义的采访活动 一致认为 这将对进一步在海外传播好中国声音 四川声音 讲好四川故事 以正视听都具有非常好的影响力 和实际成效 陈文华副主任听取了代表们的发言后 认为 海外华媒对四川藏区的采访成果丰硕 大家所讲的内容是对四川省人民政府工作的充分肯定 尤其是对四川省脱贫攻坚 环境生态保护 民族政策等工作给予很高评价 这也是在座的海外华媒人 对祖国飞跃发展的赞美 是对华夏秀美风光的热爱 我们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陈文华副主任 2018年2月来川视察时强调 四川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 推动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 打造立体全面开放新格局 10月11号 2019海外华文媒体 赶至中国四川藏区行采访团 来到位于成都新龙湖西北侧 天府新区公园城市展示厅进行参观 展示厅是在原有的绿道驿站改建而来 展厅建筑用木材以拼积木的形式拼接而成 外景以茂林修竹利益 采用川西林盘式布局 结构轻盈 雅致自然 2018年2月11日 习近平主席来到成都天府新区视察时提出 天府新区要规划好 建设好 特别是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 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 在贯彻习近平主席生态文明思想 遵循城市发展规律的双重引导下 公园城市理论应运而生 天府新区公园城市展示厅总览厅是我国目前最大的沉浸式展厅 以360度全包裹式的沉浸影片展示天府新区公园城市的建设路径 随着影片的放映 来宾被美轮美奂的场景所感染 精致的沙盘随着荧幕内容的变化 变换成黄色、蓝色、白色等四季的颜色 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公园城市的精美规划 天府新区公园城市展示厅观景台上 在视野开阔、波光灵灵的新龙湖边 面对生机勃勃的天府新区 海外华媒代表思绪万千 几天忙碌的实地采访 四川火热的时代风貌 天府之国的壮丽篇章 激发了大家对祖国的深深情感 情不自禁的齐声高唱 《我和我的祖国》 一、二、三 一、二、三 我和我的祖国 一、二、三、三、三、二、三 我和大家一起走 我们一起走 吊吊吹烟 吊吊着我 路上遇到的人 我最期待的祖国 你是个爱 永不敢奔 永远的国 你要寄托 我最期待的祖国 你是个爱 永不敢奔 永远的国 你要寄托 路上的歌声 快乐的笑容 美好的期待 为2019海外华文媒体感知中国 四川藏区型采访活动的圆满结束 画出一道绚丽的彩虹 美国夏威夷中文电视台记者 发自四川的报道